爱情需要保鲜 一些情话对于增加夫妻感情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虽然中年的女人不会再像那种懵懂稚嫩的小女孩一样追着你说情话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 无论任何年龄段的女人 内心都是柔弱的 她们都渴望被关心呵护 感情讲究的从来都不是理智 生活中聪明的男人不会吝啬赞美的情话 因为她们明白 这些话语会让两个人的感情变得更好 那么中年女人喜欢听哪些情话呢 变心是本能 忠诚是选择 很开心你能来 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一 女人到了中年后会很爱听这些肉麻话 男人别傻傻的不知道 灵妖你无论变成什么样 在我心中你都是最漂亮的 女人到了中年 容易因为样貌的衰老而丧失自信 甚至会在丈夫或者外人面前变得自卑 这时候 她们最需要的是自己的丈夫给予自己信心 很多时候 年轻的时候 我们夸奖一个人长相漂亮 都会让人感觉是理所当然 然而等到了中年 如果丈夫还可以说出这样肉麻的话语 那么女人会心花怒放 也会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加甜蜜 灵二 无论任何时候 我最爱的都是你 都说 感情有七年之痒 很多中年女人都会因为感情的平淡而存在恐惧 她们希望得到丈夫的示爱 希望丈夫给予自己安全感 生活中 男人一定要知道中年女人的外表虽然坚韧 但内心对待感情会更加敏感 也会特别容易被感动 很多时候 人到中年之后 很少会有男人会说出 我爱你这三个字 但当一个男人对中年女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会表明一个态度 那就是自己会一生一世和她在一起 这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是一种最具杀伤力的话语 也会让她更加的爱你 03 你有我呢 不可否认 女人到了中年是事业的巅峰时期 这时候好像每一个女人都像一个汉子一样生活 然而 女人无论在任何年龄段 内心都是柔弱的 她们渴望能够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供自己可以轻松一下 如果女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可以坚定地站在她身后 并且只需要一句你有我呢 就可以让对方卸下伪装 对你更加的清新 04 我一直在 女人贴性敏感 害怕在感情里患得患失 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担心走入爱情后没有安全感 因此男人在撩女人时 一定要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你要让她知道 你会一直守护她 会把她真正放在心里 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当她觉得跟你交往 很有安全感 不会胡思乱想时 她才会全身心投入到这段感情中来 给女人好的爱情 不是为她花很多钱 也不是买多少珍贵的礼物 而是在她需要你的时候 你能够及时出现 为她排忧解难 如此 女人自然会更加心动 当女人对你动了真情 她和你共赴爱情 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所以 男人想要打动女人的心 建议多说 我一直在 这句情话看似简单 却最有效果 因为它可以让女人感觉有了依靠 拥有非常强的安全感 有人说 最动听的情话 不是我爱你 而是我一直在 就是这个道理 敏敏和男朋友恋爱一年 最终以分手告终 原因就是男朋友没有给她安全感 刚开始恋爱的时候 男朋友只要有空就会找敏敏 陪她闲聊 陪她姐妹 愿意为她做所有的事情 敏敏也以为男朋友是真爱 应该会一直对她这样好吧 不过恋爱半年以后 她就失望了 后来 男朋友不管有没有空 都不怎么来找她了 总是敏敏主动找她 她才肯出来见她 还有些勉强的意味 敏敏很难过 这样的情形已经成了常态 让她越来越看不到未来 每当她有困难的时候 或是不开心的时候 都非常想男朋友过来陪她 但男朋友却做不到 渐渐的 敏敏也明白了 一个男人若是一直对你没有空 可能就是她不爱了 她不再勉强 经历了一次次委屈过后 她决定放下 于是 敏敏向男朋友提出分手 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爱情 她消耗不起 所以 男人在撩女人时 一定多表达 你的真诚和决心 告诉她 你会一直在她身边 不会离开她 让她有安全感 多说我一直在 把你的意愿传达给她 并在行动中 让她感到安心和放心 她自然会更加喜欢你 05最幸福的是 莫过于此生遇见你 女人在感情里 往往因为男人的一句话 就有了浑身触电的感觉 这就是情话的魅力 男人对女人说最幸福的是 莫过于此生遇见你 既表达出了自己对她的爱意 同时也让她体会到了 惊喜的感觉 这就有了相互吸引的条件 大多数情况下 当女人收到你的这个信息 她心里会很惊喜 觉得自己很有魅力 而且 她在心里也会忍不住说 有人喜欢我 一旦女人有了这种感觉 这份爱也就悄悄在她心里生根了 只要你肯真心浇灌 必定会开出美丽的花朵来 男人要明白 撩女人 恰到好处的情话 是不能少的 你的爱不说出来 她就体会不到 要不怎么说女人 是用耳朵来恋爱的呢 不管什么样的女人 她们都对好听的情话难以抵抗 男人只要抓住这一点 多花心思 就能收获想要的爱情 小姨大学时 被学长追求 不到一个星期 就被学长追成了女朋友 有人问她为什么那么轻易 就接受别人的追求了 小姨说 学长很会说情话 跟她在一起 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让她体会到了爱情里甜蜜的味道 比如 学长经常说遇见你 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 如果失去你 我的人生从此黯淡了 你在身边的每一秒 都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类似这样的情话 让小姨沉浸在爱情的憧憬里 不能自拔 她越来越渴望和学长在一起 享受那种被珍惜和呵护的感觉 就这样 小姨很快和学长谈起恋爱 成就了一段美美浪漫的爱情 所以 男人想撩女人 不妨多说这种情话 当女人接收到你真诚热烈的告白 心里会十分憧憬进入爱情 女人被人认可 被人追求时 是她最有安全感的时候 那个对她表白的男人 一直都会在她心里挥之不去 当你把握好这个时机 用心去撩她 一定会得到她的青睐 06别担心 我正在为未来努力 男人真正想要打动女人的心 光靠嘴里的甜言蜜语 肯定不够 你还得给她一个看得见的未来 有些男人撩女人时 并没有做长远的打算 虽然可以让女人有一时的喜悦 但时间久了 她觉得看不到未来的幸福 往往就会对你产生怀疑 比如那些撩女人时 一上来就称呼对方为老婆的男人 费尽心思去讨好女人 可自身却原地踏步 没有一点实际行动 自然感情难以长久 尽管女人觉得你叫她老婆 心里会有一种两个人可能结婚的期待 但你迟迟没有在行动中去践行对她的爱 她又怎么可能真的嫁给你 因此 男人别叫老婆 而是改为别担心 我正在为未来努力这种特别有定向行为的话语 这样会让女人更有踏实感 她会觉得 你不仅是嘴里说爱她 而且在行动中也在努力 一旦时机成熟 两个人就可以结婚 把原本虚无的爱变成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爱 这就是最能打动女人的地方 所以男人在撩女人时 不要光说不恋 给女人看得见幸福 才能永久征服女人 生活中 很多男人只是把爱停留在口头上 这远远不够 如果不落实在行动中 无法俘获女人的芳心 还有些男人 撩女人时 总喜欢叫老婆 宝贝之类的称呼 可一谈到未来 她们就没动静了 这是不对的 如果你只是用这种好听的称呼来追女人 可能效果并不好 哪怕表现得再热烈 也终究会有冷却的一天 想要女人持续对你动心 你就要让她有踏实感 对两个人的未来有期待 也有坚定的信心 如此才能有长久的感情 否则 你刚开始时表现得在热情 却没有对未来的计划 迟迟给不了女人想要的幸福 她又怎么放心把自己交付给你呢 在爱情中 女性往往会比男性更加含蓄 有时候 她们可能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而是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 来传递自己的心意 如果你注意到了下面这四个问题 那么恭喜你 多半是有一个女人暗恋着你 一 对我有没有什么想法 当一个女人开始询问是否 对她有着特殊的感觉时 这通常意味着 她已经对你产生了兴趣 并且希望知道 你是否也对她有同样的感觉 但是由于害怕拒绝和尴尬等原因 她可能会用含糊其词 或者模棱两可的语言 来掩饰自己内心 真正想要表达出来的内容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您身上 请注意理解其中隐含的信息 并试图找到一个合适 温柔 明确 又不失礼貌的回答方式 告诉她 您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 并且向她表达谢意 二 最近忙吗 当一个女孩子开始关注你 最近是否繁忙时 通常是出于她对你的关心和关注 她可能想知道 你是否有时间陪伴她 或者是否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解决 这种关心和关注 表明了她对你和你们的关系非常真实 因此 你应该积极地回应她的关心 并安排时间与她相处 在约见过程中 你可以逐步深入交流 扩大彼此的认识范围 你可以询问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了解她的兴趣爱好和家庭情况 这可以帮助你 更好地了解她的想法和感受 从而更好地建立和维护关系 当然 在约见过程中 你也需要尊重她的意愿和时间 如果她非常忙碌 你可以体谅她的情况 并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间安排 如果她有些空闲时间 你可以邀请她一起做些有趣的事情 比如看电影 散步 或者去喝咖啡 这可以让你们更好地了解彼此 增加彼此之间的联系 与一个女孩子相处 需要耐心和细心 你需要给她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让她感受到你的关心和关注 同时 你也需要尊重她的意愿和时间 避免给她造成压力或者不适 通过积极地回应她的关心 并安排时间与她相处 你可以建立和维护一段 健康而稳定的关系 三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电影吗 提出约会或者共同活动 是一种表达自己意愿和诚意的积极方式 无论是对自己的暗恋对象 还是对未来的伴侣 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诚意 当一个女性主动提出 共同参加某项活动 或者共享某种体验时 通常是出于她对你的关心和关注 想要与你建立更深入的联系 因此 如果你也对她有同样的感觉 那么可以考虑接受她的邀请 共同度过愉快的时光 在选择参加的活动或者体验时 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感受和需要 如果你有一些你感兴趣 或者想要尝试的事情 那么可以考虑邀请她一起参加 如果你有一些压力 或者负面情绪 那么可以考虑选择一些轻松的活动 让她感到更加舒适和放松 在共同活动的过程中 也需要尊重对方的意愿和时间 如果她有一些想法或者建议 那么可以和她共同探讨 共同决定活动的方向和内容 如果她有一些困难 或者需要一些时间来准备 那么也可以给予她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通过尊重对方的意愿和需要 可以让彼此之间更加自在和舒适 共同活动也可以是一种增进彼此之间感情和信任的方式 通过共同度过愉快的时光 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和信任感 这种信任感可以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固和可靠 也可以让你们之间的互动更加自然和舒适 4. 我能把我的秘密告诉给你吗? 当一个女人向您清土内心深处秘密 或者难以启齿之事物时 则说明该名女性已经非常信任并依赖于您 并希望寻求安慰 指导甚至依靠保护等方面的支持及建议 如果选择成为该名信任 请务必珍惜机遇 并树立良好形象 作为友善支持者及优质对象 同时也要明白 与其建立深度关系 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沟通交流 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含蓄 但也可能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感情 如果注意到以下四个问题 那么恭喜你 多半是有一个女人暗恋着你 具体表现为 对我有没有什么想法? 最近忙吗?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电影吗? 我能把我的秘密告诉给你吗? 如果选择成为该名信任 请务必珍惜机遇 并树立良好形象 作为友善支持者及优质对象 最初的相见总是美好 即便是爱情 也逃不过人生最美不过初相见 时间久了 任何一份感情都会发生变化 可能会变得更甜蜜和执着 也可能会变得不那么顺畅 甚至早已经物是人非了 尤其是对于心思缜密和细腻的女人来讲 你很难看透她的心思 更别说是想和你更进一步 还是已经产生厌倦的心理了 很多时候 追求爱情也好 想要让一份感情更进一步也罢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必须搞清楚 女人的心思和想法 否则很可能白忙活一场 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以 越来越多的男人也开始变聪明 懂得去观察女人的心思和细节中的一些暗示了 起码不会再盲目地去追求和爱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尴尬和伤害 通常来讲 一个女人想和你进一步发展关系 她会对你保持三方面的热 一 对你的消息会更热情一点 女人 往往不会很主动地表达爱意 但也不会眼看着喜欢的人从身边溜走 毕竟 她们也渴望一份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 这时候你会发现 女人会做到秒回你的消息 面对你的消息 有那么一丝丝的期待和热情 其实这就是 她想和你更进一步的表现 你要清楚 女人对于自己没好感的异性 别说表现出一丝热情了 或许会选择直接忽视 觉得烦了 还会选择拉黑删除 连起码的朋友关系都难以维系 所以 平时一定要留意 女人对你消息的态度 若是每次都能做到秒回 并且愿意和你一直聊下去 便是她对你有好感 想和你更进一步发展关系的直接体现 别总是忽视和女人来往的细节 毕竟女人可不会主动说爱你 而是喜欢把对你的喜欢夹杂在细节中 你越是能够用心去留意 越能够早点察觉到女人对你的喜欢和爱 想要抓住女人的心 知己知彼才是最重要的 当你意识到了女人已经深爱上你 完全可以更大胆一点 相信用不了多久便能够俘获她的心 所以 女人在面对你的消息时 若是保持着一股热情 说明她已经对你动了感情 并且想和你更进一步 二 对你的邀请 会更热情一点 在女人的心里 只有爱上了一个人 才会愿意和对方出双入对 才会同意男人的邀请 说白了就是 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约会 当她对你动了感情以后 必然会同意你的邀请 并且会表现得很热情 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 最终造成两个人之间 断了情愫上的联系 要知道 从女人对你的邀请 表现的热情这一点来看 就足以说明 她的内心已经接纳了你 或者说 这辈子已经认准了你 所有的矜持 都会在这一刻消失 可见她有多么的在乎和深爱你 当然了 女人若是对你没有好感 亦或者完全不想和你更进一步 面对你的邀请 往往会表现得非常敷衍 甚至还会直接拒绝你 可见她并不爱你